其實妹妹的意思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他們到目前為止其實他們沒有辦法看到任何影像 關於在道理當天槍劫的現場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沒有辦法確認就算阮國菲是個逃跑外勞 逃跑這件事情就算是不對好了 到底在現場發生了什麼事情 警察如果認為他們做的是對的事情 也希望警察可以來告訴他們到底為什麼他們要開這麼多槍 我們當然知道現在提出這些質疑 可能會引發很多人我們批評我們網顧消防救護人員的安危 就如同直到現在社會上依然有非常多人一面倒的支持警察開槍打死這名越南外勞 但是我們仍然要必須將這些剛剛提到的這些疑問去指出來 因為只有我們想辦法指出這些問題 面對這些問題釐清責任的歸屬 我們才能夠真正的保障第一線警銷執行師的安全 同時也能夠確保阮國菲這樣死亡的案件永遠不會再發生 是有限初到任何老闆 我們要求我做父親的話 我們和我真的到處去醫院 我們要求我的病院 從出現場から去醫院 我提到了醫院 今天我們要求拜託 才能夠確保 在醫院的上院 ward來醫院 就是首次次選抗治療 那我跟爸爸跟他們也不知道他講什麼,他在講什麼,那我想你們是台灣人,是統統還是另外的人,幫我跟爸爸跟他們知道是什麼,哥哥說什麼,因為現在他沒有了,我跟爸爸真的不知道他講越南的話,他講什麼, 你們可以幫我 侵查不公開,不是對被害人不公開 今天事情已經發生了,然後呢,這個家屬渡海來台,然後需要尋求說,這個,我們能夠讓他了解到說,他兒子為什麼被警察殺酒槍,然後槍槍擊中要害,然後槍槍都是貫穿,那到目前為止,即便連救護車上面的影像,他都要透過這個中央社,透過VVC,才能夠看到 所以這個是非常不對的事情 現場我們很清楚看到,最少有四到六個人在影像的畫面裡面,走來走去走來走去,圍繞著軟國飛距離到二到三公尺走來走去,他們有足夠的人力,有足夠的強勢的人力,可以往前壓制,上銬或上束帶,我們並不是要求消防人要在一個不安全的狀況底下去執勤,我們想要說的是說,有一個這麼優勢的人力,為什麼,遠景不能夠上前進行壓制, 而讓一個身中九槍的人坐落在警車旁邊 那警察局長說依法行政,說他什麼,這個搶奪警車,從中央社的這個影片看得出來,這局長完全是謊話連篇,真的是謊話連篇,一個已經中了九槍倒在警車旁邊的人,他要怎麼搶奪警車,更何況他不會開車,那說什麼他那個企圖竊到那一輛小貨車,那輛小貨車,你從那個影片可以看到, 擋風玻璃破掉,旁邊的玻璃全部破掉,一台車是有辦法曬嗎,一台沒有辦法開的車丟在竹北的這個鳳剛,你說這樣他是為了要這個偷這輛車,所以你拒報什麼竊盜,然後說什麼他搶奪警車,所以你把他開槍打死,完全是謊話連篇, 在台灣的這個刑案的發生,或者是說,即便是在警匪槍站,都不可能有警察,對著胸部部打九槍,所以我們認為說,基本上他這個,我基本上是覺得說,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卑微的要求,卑微的要求就是說,警察能夠來跟他道歉 從這個案子的過程,沒有看到任何政府機關,有任何積極的作為,只有不斷的算計,跟不斷的去想說,怎麼樣我沒有責任,怎麼樣在這件事情,我可以全身而退,而把這個案子,從越南來的老父親,很快的送回越南去,這個案子在台灣就可以落,塵埃落定,那我其實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持續的關注這個案子,政府沒有辦法做的,真的只有靠我們自己做,讓我們持續關心這個案子,不要讓這個案子這麼隨隨便便, 就這麼結束掉,因為在前面幾次記者會,我們都不斷的說,今天指的是一個越南的工人,以後可能是一個原住民,可能是一個性少數,可能是一個精湛的人,我們沒有辦法把這個案子就這樣結束 在數日以來,我們已經集結了非常龐大的律師團,有非常非常多的律師,願意義務來協助這個案件,那警方現在,其實他的打的算盤非常簡單,反正你是多年人嘛,你已經要回去啊,你回去之後,我只要撐過這段時間就好了啊,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社會大眾,能夠持續的關注這個案件